观音中第十五观 中平下身者 临终时没有佛来接引 下平中身 是画佛菩萨来接引 下平下身是金莲花接引 下平上身者是观音世智菩萨来接引 以上都不是弥陀亲自接引 请问如何辨别真假 你们有这些分别执着就是真的 有这些分别执着 什么都见不到 你要问为什么 王三净土的原理 第一个原则 是心金则复途径 我还有这么多的疑虑 这么多问题在 心不清净 所以 忠上根性的人 比不上下下根人 下下根性 欲吃什么都不懂 你叫他念一句阿弥陀佛 他不懂得这些 你跟他讲这些 他也不会接受 他一天到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到时候他很有信心 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我 到时候阿弥陀佛果然的 什么原因呢 真诚心的感应 我们有这么多疑虑 这不真诚 这个是教下 对没有入门的人来讲解的 已经入门了 这个不要了 那么今天修净土的 一观金修行的人很少 最多的是一阿弥陀佛金修行 在中国这个 年轻年来 那么一无量寿金的就不多 为什么呢 无量寿的一本太多了 不知道一哪个本子好 那么到现在 才算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本子 夏连局的汇集本 现在依这个本子 修行的人很多 所以这个三经里面 自己可以选择 有那个根性的人 有这种聪明智慧的人 五经一论可以一起选 没有这种 这个根性的 五经一论选一种 就行 你要知道 当年慧元大师 在庐山建 联佛堂 那个时候只有一步进 无量寿金 所以他就一这步进修行 都成功了 就算了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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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